行李斌机场被捕 陕西最大煤炭民企濒临破产 引发关注 一面是七千万奢华嫁女 一面是三百亿债台高筑 一面是对外居额工艺捐款 一面是对内拖欠员工工资 奢华的背后真实动机是什么 又是什么 让行李斌由煤炭大风 变身金融炸弹 行李斌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煤炭江湖的 本集老良观世界 为您说说一个县级民企 三百亿危机背后那些事 我想行李斌的名字 在2012年的三月份 很多新闻媒体大面积报道的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视频里看到那个 他在海南搞了一场七千万价米 当时引起的轰动非常大 因为在这场婚礼上 出席的人从主持人到捧场的明星 有人说简直比那中央电视台春晚 这个人气还高 那么当时很多人都凯探 说这个行李斌了不起啊 梅老板是真有钱的 想怎么炫富就怎么炫富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和身边的人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说绝没那么简单 我说我不认为行李斌是炫富 为什么呢 这是我基于常识的一种判断 假如说你钱不多的时候 需要面子的时候 人往往是炫富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富二代在炫富 有很多爆发户在炫富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富一代 他炫富 或者说这个人已经有钱好多年了 实力已经都很了不得了 我们看着李嘉诚 比尔盖茨 巴菲特 他炫富吗 他不炫富 那个时候行李斌据媒体报道的 他的身家已经有几十个亿 甚至上百亿了 他的身板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 他已经不需要炫富 来满足自己凶行 所以我当时认为他七千万嫁女 一定有背后的一种目的 那时候我就猜 他可能通过这个 要向外界炫耀一下自己的实力 他炫耀实力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达成 要么借款 要么他想通过和其他企业的这种合作 来壮大自己 那么现在两年过去了 实践证明我当初的猜测 方向是没有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你根据现在媒体报道的情况 你推算一下 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花七千万 是他企业已经陷入了财务危机 而且那个时候 他需要更大的投资 融入到自己经营的项目当中 他当时正在进行媒体改造 技术方面的改造 所以他需要给外界一种印象 我很有实力 我过得很好 我不差钱 我向你借钱还钱也不成问题 因为据这个柳林县当地的政府官员 对媒体说 其实很早 这个联盛集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大概从2011年的7月份 联盛集团就开始欠职工的工资 你记住连下本员工工资都欠发了 那说明这个企业的运转出现了很大问题 那么当时欠工资是什么原因 我们从这几年就能看到 煤炭企业一直在扩大 由于电煤市场煤这个价格倒挂 当时煤炭的日子非常好过 可是进入这两年 煤炭掉头向下 很不好弄 当初的原煤价格 从这个1500块钱一吨 直接降到不到600块钱 那个时候 我曾经去秦皇岛一些码头干 那个煤放着这 567 578一吨 门要头 所以这么大起大落 进入了下行周期 这个连胜集团的单纯靠煤炭产业 作为支柱产业 这时候就出现了资金链条的崩溃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融资 融到自己的投资项目当中 可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在时间点上很有意思 他2011年7月份 连胜集团就开始欠缺工资 可是2011年的6月份和9月份 这行李兵分别向两家大学捐了500万 在海南 7000万驾驢之后 2012年的上半年 他会向另一所大学捐赠了500万 我们当然不排除行李兵是个有爱心的人 可是你的企业员工的工资都没发出来 你先去搞慈善 这明显是把责任给弄回销了 就像我们现在说 有的企业 他自己过得不怎么递呢 他去搞慈善 所以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说 那个时候行李兵已经遇到了资金方面的困难 那么还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这个2012年9月末的时候 显示的当时连胜集团呢 他的负债呢欠了72个亿 可是从那以后到现在居然欠了300个亿 就中间这200多亿债是最近一年多借的 也就是说海南嫁女扔出7000万之后 他接下来迎来了一个融资的高潮 大量的欠债都是这以后开始建的 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他当时为什么要用7000万来嫁女 摆一个大场面 是告诉所有人我不缺钱 告诉所有人我过的体面 这样才能保证借钱 有人相信你有偿还能力 所以我说行李兵那个时候 花7000万嫁女绝对不是宣布 而是他想中资 他想给借他钱的人一种信息 我日子还行我没问题 那么为什么他这个煤炭集团 需要这么大的资金量 因为我们说像煤炭和钢铁这样行业 在经济学术语里呢 管制周期性行业 它的周期性极强 就是我们用老百姓话说 就大起大落 这只煤炭价格涨上来了 它一下就赚好多钱 这只煤炭价格滑落了 它可能就亏了 而且这个周期呢 有时候很短 有时候很长 就是它的冬天可能很短 它的冬天也可能很长 所以当它下行的时候 它原来那个扩张冲动还在 它就需要更多资金补进来 它就有借贷的冲动 那么肯借它钱的人就觉得 这煤炭钢铁现在不行了 可过一阵我估计还能起来 它应该还能厉害起来 还有钱 所以也愿意把钱借给它 所以煤炭钢铁的行的 你会发现煤老板 钢老板 它融资融率都非常狠 借钱借的也多 等真赶到赚钱的时候赚的也多 所以这是这个行业呢 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后果 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行的 它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是一种有序发展 但是中国眼下这个煤炭行业 这些年一直处在大起大落当中 中间还伴随着环境污染的 安全事故等等复杂的因素 所以煤炭行业这些年 越来越呈现不稳定的迹象 煤老板 原先认为风光无限 可这一年你看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所以这是为什么行李宾 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融资 要通过炫富的方式 给这个借款人一种信心 那么我们得把这话说回来 前面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 他一个民企 他以什么作为担保 以什么作为基础信用 能借了高达三百个亿的债务 他一个民企 他以什么作为担保 以什么作为基础信用 能借了高达三百个亿的债务呢 其实我们从他的成长轨迹当中 我们不难看出来 这里边他之所以能借了三百个亿 地方政府给他的信用背书 这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他成长的轨迹 能够发现 他当初是靠什么 成为一夜暴富的富翁 到现在 又为什么成为负债累累的富翁 我们的编导呢 做了一个短片 我们来看看 在他成长轨迹当中 他得到了哪些方面的援助 资料显示 在2011年的山西煤改中 与粮食是民营媒企最多的地区 联盛集团 与行立斌 则是其中最抢眼的明星 2002年 煤炭行业正处于极度疲软的阶段 只有两亿元财政收入的柳林县 决定转让下属的兴无煤矿 当时兴无煤矿虽然年产60万吨 但负债接近2亿元 欠罚工资近5000万 当地许多国企都不愿意接盘 行立斌则以8000万元的价格 接收了兴无煤矿的经营权 并承担了1.93亿元的债务和3.1亿元的资源价款 借助于此 行立斌很快地站在了山西梅老板前列之中 也由此开始组建山西连胜集团 从2003年7月起 连胜集团就参与柳林县的教育体制改革 投资将原来的柳林县寺中 改制成为民办的连胜中学 并将其发展成为连胜教育园区 2010年连胜集团又设足农业项目 计划用10年时间投资建成山西最大的生态农业示范园 总投资预计100亿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目前 连胜集团已经给连胜教育园区投资10多亿元 曾几何时 在柳林当地 连胜集团投资的连胜教育园区 连胜农业生态文化示范园区 和连胜集团一样都被当作当地名片 而在2011年的那轮煤炭资源整合之中 连胜集团也因此成为为数不多被保留的民营媒体 在柳林县24个较大煤矿中 连胜集团占了三分之一 通过这个短片 已经媒体报道显示出的蛛丝马迹 其实我们不但发现 这个邢林县他的成长轨迹当中 地方政府给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的事我们了解就拿眼下 他在太原机场被警方带走 这个时候呢 他是准备从太原去香港 处理他那边的资产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欠300个亿 那个债主啊 天天都已经络绎不绝的上门了 从去年11月份开始呢 连胜集团已经申请了 我们要进行这个进入重整程序 什么叫重整程序呢 这一点得给大家解释清楚 重整程序呢 是写进了企业破产法来 但是它不等于破产清算 它指的是呢 你这企业啊 已经这个资不抵债了 但是呢 你这个企业不是不能挣钱 你调整好了 依然有造血功能 还能挣钱 所以为了给这企业留一口活气 让它能够有发展 把账还上 这时候政府介入 法律部门介入 进入重整程序 重整程序这个期间呢 这个债权人不能上门要债了 哎 你还得继续干你的 然后超过了这个时间 你再该还账还账 该要账要账 所以其实启动这个重整程序呢 是对这个连胜集团的一种保护 当时山西柳林县的法院呢 已经通过这个了 但是很多债权人认为呢 这事不对 说这期间我们是不要账了 你就有充足的时间 把你的资产东转西转 法院也没有把你的资产冻结 那么你就有可能把你资产转出去 其中有的债权人就在香港 向香港法院递交申请 应该禁止这个行李宾呢 在香港法院那边 他的一些活动 比如他在香港 他有可能把他在香港资产转移出去 回头我们再要账 他没钱了 怎么办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照顾一个民企老板呢 其实这个事一点不难理解 他为什么后来还要给行李宾借钱 进行信用背书呢 这是因为双方是利益捆绑着 你看 那行李宾那时在柳林县呢 投资了38个亿 建立一个生态园 解决了柳林县2万多人的就业问题 柳林县总共才30多万人够 就解决了2万多人就业 你想象这个对于柳林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得起到多大作用 而且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柳林县呢 他的财政收入呢 在整个山西全省的各个县当中排到第二 政府的财政收入很高 他财政收入主要是靠煤炭 而这个 现在的联盛集团呢 控制了柳林县一半以上的煤炭 也就是说这个县的财政收入得有将近三分之一 是联盛集团贡献的 你想要这么大的比例 地方政府能不照顾他吗 所以你从这点出发 你就不难看出 联盛集团即使走到下行轨迹了 那么地方政府依然肯给他的信用背书 所以这一点 请不吝点赞